大家好我是Ben 今天我們又來到了美洲聊車的單元 你們要的外景 我們狂出外景 很熱 今天體感大概有40度左右 超熱的 快要崩潰了 好 畢竟為了大家的福利 我們只好犧牲 我相信很多人期待已久的車款 就是B&W F900車型 是 這次我們試的是F900R以及F900XR 那究竟這輛車的規格是怎麼樣呢 先跟我們來看一下吧 這兩台車採用相同的水冷雙缸引擎 排氣量有895cc 最大馬力99p 最大扭力是88Nm 所以兩台車的規格都相同 但唯獨是F900R這台運動街車 它的座高是815mm 那F900XR它的座高是825mm 除此之外車重也有點不一樣 F900R車重有211公斤 F900XR有219公斤 先針對它的外型做介紹 基本上呢 我覺得它外型就非常的德國風味 你可以感受到它的切割的零線 包括油箱的一些線條 都做得非常的剛硬 非常有肌肉感 德國工藝的感覺 那我覺得F900它的車燈 其實設計的也非常薄 然後也非常漂亮 中間有一個日行燈 那這個XR的部分呢 則是採用一個雙燈的處理 但我老實講啦 這個XR的外型 讓我覺得它在頭的部分 並不是那麼的喜歡 對 這一點我覺得 以這個BMW來說 我覺得它的頭好像應該要走的 更前衛一點的路線 在外型上我也投F900R一票 對 它整體看起來更加的動感 其實它是一個短屁股的設計 再加上它的原廠 則是一個 這選配吧 對選配 這個顏色的選配 對這個顏色選配之後 它還附給你一個單坐蓋 讓它看起來車尾除了短翹之外 更加的動感 再來呢 我們來講講這兩台車 它在規格配備的部分的表現 這個規格配備非常的複雜 好險我們有落到兩張秘笈 我們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對 首先呢 其實我覺得這兩台車 在不選配的情況下 配備就已經相當豐富了 是 像是ABS系統 還有循跡控制系統 全部都是標準配備 那在F900R上面 還有MSR引擎煞車控制系統 進階版騎乘套件 然後中柱 然後還有一些LED公園的配置 那除此之外呢 它還有一個 手機連線的功能 這是兩台車同時都有標配 那在F900XR的部分呢 它標配的東西更多了 像是智能輔助轉向頭燈 引擎煞車控制系統 還有進退檔快排 還有進階版的騎乘模式套件 然後胎壓偵測器等等 全部都是標配 所以其實以配備上來講 F900XR它標配的東西更多 那F900R可能有一些電控系統的部分 需要大家用選配的方式去進步 對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 我們跟官方人員詢問之後 我們知道它的車價差距非常的恐怖 這個車價差距讓我有點驚訝 對 因為F900R它的售價其實是很甜的 49.9萬 49.9萬 然後但是它其他東西都是要選配加上去 對 但是這個XR它足足貴的F900R 將近20萬 基本上在配備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 當然XR配了很多好的東西 但事實上它的本體架構 可以說是一模一樣 一樣的引擎 一樣的車架 然後一樣的副車架 一樣的前後輪框 一樣的避震系統 行程上面做一些差別 是 基本上它就算是一個雙升車款 竟然會有20萬的差價 這點讓我們覺得蠻意外 沒錯 我個人認為啦 我覺得它整體的在座倉的傳達部分 就傳達出那個BMW的德系的感覺 是一種歐洲車高級的感覺 對 但是呢 這點我還是要必須批評一下 它的這個在上面以下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引擎的部分 是 還有它下面的螺絲的部分 沒錯 它有一些電線處理的比較粗糙一點 走線走了沒有那麼精神 對 還包括它的這個水冷管 是 水箱的接管部分 一些接口 你看到的那種束環等等的 看起來就比較脫離BMW的風格 但是我覺得這也可能是 BMW過去比較硬派的形象 所傳達過來的 但是我必須講一下 我覺得座倉體驗真的是滿分 它兩台車都標配了6.5吋的全彩儀表 哇塞 這個儀表的整個鮮豔度 還有它使用的流暢度 真的是虐殺同級車種 對 因為我們之前看到的都是4.3吋 對 然後可能操作起來還有點卡卡 它這個是非常流暢 對 並且像是我們今天這種三十幾度的高溫 看起來非常的清晰 整個 我覺得整個布局的陳色上面都非常的完美 是 因為 免我這種有戴墨鏡的狀態下 我看它的儀表 在反光的情況下 都覺得非常清楚 對 而且還有講一點 就是它的那個操作介面 把手上面的控制系統 我覺得做的也非常好 所以使用起來是很順手 是 我想講到電子控制 BMW就不得不說 這真的是他們家的非常強的專長 是 因為它只要把車子的技術沿用過來 你就可以感受到 那個真的是屌打其他的車場的感受 再來呢 我講講它的所有的電控部分 它這一次 也可以說是在這種陽春車款裡面 給好給滿 是 因為從了動力模式選擇 ABS系統 TCS系統 然後電子快排 對 這些在這種日系車中 已經算是頂級跑車才會有的配備 是 今天在F900R上面都出現 然後XR上面也出現 嗯 所以剛剛Ben講的有些配備是選配 但是我覺得選配當中 有一個非常實用的東西 其實就是Keylis系統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我們最近試車試到現在 就是只要有這個東西 騎乘上都是更加貶低的一個選擇 對 你只要把鑰匙放口袋 就很輕鬆的這樣走出去 沒錯 不要像我們拿安全帽 拿相機還要再去轉鑰匙 對 所以呢 我覺得簡單來說 這兩輛車 雖然它在整體的架構上面 設定是一個中量級的 我覺得嚴格說起來算是中量入門的車款 是 但是呢 它給予的電控配備 卻是BMW那一套 相當完善的一個完整電控配備 沒錯 過去我自己試BMW車系的數量 真的比較少一些 我騎過過去舊的大鳥 然後也騎過S1000R在代道上面試乘 不過我覺得BMW都有一個很特殊的感覺就是 它儘管是設定很熱型 但是它的座艙整體的人的騎乘姿勢的設計 還是會讓你覺得很舒服 是 今天F900上面就讓我有那種感覺 它的腳踏部分 設定的比較高 也比較往後 其實是很熱血 我覺得我的大腿跟小腿中間是很夾緊的 有我有這種感覺 對 然後再來呢 是我的上半身很往前爬 你可以感受到身體的上半身有點戰鬥 其實是蠻戰鬥的一個騎乘 是 但是因為它的整體設定 它把整個人的座艙尺寸 縮的比較緊 所以你會覺得我的質量是很集中的 並不會有那種被拉開的感覺 很難控制 然後再加上它的椅墊 稍微的往前斜轉 感覺整個人被往前轉的感覺 對 所以其實長途騎乘下來 它雖然很熱心 但是舒適度還是有舒適 然後在F900XR上面 我覺得它就比較不一樣 甚至腳踏的感覺就稍微舒適一點 對 那我覺得最明顯的改變就是它把手 哇 這個把手真的是舒服 然後外加它有一個很便利的 用手動就可以很快速調整的風景 那個真的很棒 哇那真的很方便 對 因為我們用過那麼多鳥車的調整 真的是這個是最順便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整體上來講 F900XR 它整個騎乘姿勢是非常非常非常舒適 這次的過程中 我主要是騎乘F900R 那我覺得這台車給我第一個感覺 就是剛剛Ben講的 哇非常的戰鬥 它在攻克一些彎道的時候 它那感覺那個靈活度好像沒有 這個現在一些其他日系車種做了這麼的隨心所欲 其實我有發現到 他們我不知道是BMW他們設計的關係 過去我們開汽車的時候 你都覺得BMW方向來很重 是 來到這邊機車一樣 它的龍頭非常的重 是 那後來呢 我自己騎了 從昨天到今天 我可以體會到一點就是 它的阻尼設定設的非常的濃厚 是 那它的前面呢 是採用不可調的43C的倒立式前叉 對 然後呢 它感覺它後面雖然可以調 但是它為了要對應後面的三種模式 對 所以它前面設的非常的硬 是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導致其實你可以感受到 它整體的回饋感 這個路面蹊陣的感覺很像被抓住 對 那在騎中小彎的時候 它整體的靈活度會沒那麼好 沒錯 還有另外一個缺點 我覺得也很不舒服 就是它的進退檔快排有這個配備 我覺得還不錯 可是我必須講它的進檔跟退檔的交 在控制那個打檔桿的腳管 非常的硬 非常的形成很短 是 這也是我覺得最有感的一點 因為老實說啦 這一次大家看我的鞋子 我很偷懶的沒有穿上車鞋 然後這個鞋子這邊算很薄 是 我穿這雙鞋在騎各種檔車 從來沒有打到我的腳 會覺得有點痛的感覺 但是今天我騎BMW這兩台車 都有這個感受 而且神奇的就來了 我也嘗試著拉離合器 用傳統的換檔方式 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腳桿非常的好 可是你只要用快排 它就是不舒服 對 所以我在想 應該是它在快排介入的時間點的設定 設定的可能比較保守 或者是它的感應器 設定的比較沒那麼敏銳的關係 所以你需要多一點力量去打它的快排 是 這些的加總起來就覺得 這個就真的是BMW的車款 沒錯 比較硬派一點的感覺 對 而且它的座椅非常的低 這一點也跟BMW的汽車很像 對 你坐在它的車艙的駕駛艙裡面 你覺得整個人是存在車子上 有埋進去的感覺 對 比如說我在開其他日系車款的汽車 我會覺得我坐得很高 但是到機車這邊一樣有這種感覺 我完全是牢牢的被扣在這個車子上面 接下來我來分享一下XR 我覺得這輛車它雖然在行程上面有加長 它走著一個鳥車的設定 但是我覺得鳥車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除了行程場之外 它的力道一定要在第一時間的時候涌現出來 才會有那種靈活跟自由的感覺 今天這個XR它完全 它整體的設定值跟R幾乎是一模一樣 而且在規格表上面 它們的扭力峰值跟馬力峰值都一樣 都一樣 所以我會覺得相對起來 裝在這個鳥車上面 你會覺得你可能需要拉到7000轉 或者是到8000轉之後 才會有那種充沛的加速力道的感覺 再加上其實這顆引擎 它整體的疏力算是中規中矩而已 最大馬力才100匹 但我覺得它在低轉的時候 是溫溫順順的感覺 然後拉到高轉之後澎湃的感覺出來 但是如果你跟這個 比如說KDN790來比 或者是這個D900 我們前陣試過D900來說 它真的只能算是順暢飽滿的上去 拉到峰值之後 有充滯感有出來 但是也不會讓你覺得不好控制 或者是會覺得有點狂暴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它到峰值之後馬上就結束 馬上就要換下一檔 對確實 所以我覺得嚴格說起來 這顆引擎跟這個車架的配置 真的算是一個中量級的設置 是 比較可惜的就是 過去我很喜歡騎這種鳥車 幾乎每一家的大鳥 頂級的鳥我都試過 我覺得鳥車在那種特別雕磚的 雙線小道的時候 騎起來特別讓你覺得舒服 對 因為長行程啊 然後你的搖擺在這樣低轉扭力 非常充沛的關係 你就可以在裡面這樣扭著扭著就過完 但是今天這個卻不會 因為它一樣把那個R板很濃的阻尼 帶到了今天XR上面 所以我可以感受到 雖然它行程很長 但是它阻尼抓住的關係 會讓我覺得這輛車 在擺盪的時候的自由度 變得被受限起來 沒錯而且彎中會比較有一種外拋的情形 對一不小心 你可能就會覺得開始外拋 是 當然我覺得它這樣子的設定 其實還是有帶來一些優勢 比如說像我們來的時候 在一些比較高速的彎角的時候 你可以感受到它的穩定度會非常的好 沒錯我覺得這個也反映出 德國人的無限速高速公路的設定 對就跟PW汽車一樣 對它感覺這輛車就是要讓你騎到 可能130 140以上的速度 你可能才會感受到那個靈活度 因為畢竟它的避震設的這麼的硬 好的究竟這兩輛車它適合怎麼樣的人 我們先談論一下它的價格 好首先F900R售價49.9萬 F900R售價68萬9 對這個就跟我們剛剛開頭講的一樣 這個兩輛車竟然差的快要20萬 這點說真的讓我們試過這麼多車款 同一個架構的雙升車來說 我們真的很少看到差價差這麼大的車款 對有點奇怪 在選擇的部分我個人覺得 基本上你要花49萬能夠買到 B&W的中量級 沒錯 我覺得這個幾乎有點所向無敵了 沒錯 對但我老實講 如果你要講說車身的架構 整整的優異性來說 當然Z900其實它的價位48萬 48點多萬 沒錯 那Z900其實它整體的動力表現 還有它運動性來說 還有它那兇惡有個性來說 我覺得可能都凌駕於在F900R上面 再加上KTL790可能也超過 駕馭感受可能也超過F900 我覺得790強蠻多的 對強蠻多的 所以如果你要買這輛車呢 我覺得第一個觀點就是 你喜歡B&W的品牌 沒錯 你有品牌的意思 然後我覺得就是對動力的要求 就是中規中矩購用 沒有這麼高 對 那再來就是還有你想要享受 這種高品質的座倉體驗跟電控表現 因為其實這台499這個價錢 在不選配的情況下 就有這個高級的儀表 還有一些基本的ABS跟循跡 所以我覺得其實不選配的狀態來講 499這個價格是非常有競爭力 所以這輛車我覺得我就推薦給那種 你想要入門BMW 然後你又喜歡它的電子配備 又喜歡得志的血統的人 這個車真的是一個非常入手 非常甜的一個價格 XR的部分說真的多了20萬 真的讓我們顛覆了我們三關 我不知道為什麼推薦它 對 因為基本上它來到60幾萬之後的選擇 突然變得很廣闊 而且其實BMW自己還有F750跟F850 確實這個鳥車的車型 對如果你喜歡純正的鳥車 我個人認為我們也試過了850 750我覺得那樣子的產品 可能會比較適合你 而且你說750比XR還便宜嗎 其實它還是有它的定位的 我個人認為它是一個中規中矩的設定 只適合入門的BMW74 你一樣有品牌情節 然後你一樣喜歡德國的工藝 那這輛車就非常好入門 那入門之後你在長突騎乘 或者是公路上面想要掛兩箱 想要旅遊有長風鏡 我覺得那樣的人 這樣車可能就是非常適合你 以上就是我們針對這次BMW F900車系 做的一個介紹 記得鎖定我們SuperModel Air的頻道 我們下週見啦 掰掰